兩萬多支持者急爆現場 聲勢浩大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周四前往關鍵搖擺州 喬治亞州 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的造勢大會 炮火職工川普 就連站台嘉賓 搖滾巨星布魯斯 都嗆川普是暴君 川普是美國的敵人 演員泰勒派瑞 還有知名導演史派克里 都來為賀錦麗助政 周五流星天后 碧昂斯還要在德州 為他站台 造勢活動重新雲集 但效果並不如預期 我確實不完美 賀錦麗前一天參加CNN節目 接受選民提問 後續得到的評價並不樂觀 她不想回答一個問題 她的習慣是 去世界上市 專家認為 當被問到以色列相關 或移民問題 賀錦麗都答非所問 錯失良機 連觀眾都表示失望 她不能回答一個問題 去救她生命 同時川普正在 亞利桑那州造勢 還是照樣對賀錦麗 人身攻擊 赫錦麗走下坡 川普火力全開 選情倒數仍陷入膠著 位於華盛頓西北部的 克拉勒姆縣44年來 都準確命中美國總統 大選風向標這次準不準 下個月答案揭曉 DBA新聞綜合報導 成功 明思惡 可惡 永遠 每 Challenges 可惡 又 可惡 可以